孩子时的热情成就不了任何事情,只有凭借勇气,才能成就任何有更大价值的事情。 梦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是一种想把我们引入歧途的人为伎俩。 梦中的声音却是非正统的,而且的确惊人的不和习俗。 他严肃认真地看待宗教,把它放在人生的最高位置上,认为这样的人生是同时包含了两面的人生,这当然就颠覆了那最受他真爱的知识学和理性主义的偏见。 尽管思维一体是古老的象征,但在现代人身上发生时,人们很少理解它。 我观察到,即使不知道象征的历史,人们也会将其视为自己或身上某种东西的象征。 它与个体紧密相连,如创造性的背景,如无意识深处创造生命之太阳。 圣徒的名声也许能流芳百世,然而近在咫尺的与一位圣徒相处,却可能在那些较少道德天赋的人身上形成自卑情节,或甚至导致非道德冲动的粗叶爆发。 道德似乎也像智能一样是一种天赋,你不可能把它强行灌输给那些消化不了它的人。 遗憾的是,人无疑比他自己想象和希望的要差。 每个人都有他的阴影,这阴影越是较少地体现在个人的意识生活中,便越是黑暗和浓重。 对阴影欲压制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就像沙头不可能治疗头痛一样。 受过教育的人试图压抑自己身上低劣的一面,却并未意识到这样做乃是迫使后者起而反抗。 个人意识建立在极不确定的向外延伸的无意识心理之上,而且被这样的心理所包围。 心理的广袤是如此远远地超越于意识的疆域,人们完全可以把意识比喻成大洋中孤灵的小岛。 小岛只具有有限的范围,大洋则无比宽广,无比深邃,它所包容的生活无限地超出于岛上的人的想象,在种类和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它们闻所未闻的。 我必须承认,我在与哲学家和神学家讨论善恶问题时总是遇到困难。 我的印象是,它们好像不是在谈论事物本身,而是在谈论用来指称这些事物的词和概念。 我们是那么容易让自己受词的欺骗,以致竟用词来代替了整个现实。 当我们谈论善与恶时,我们是在具体地谈论某种东西。 而这种东西最深的性质事实上并不为我们所知。 进一步讲,它是否被我们体验为恶,体验为罪,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判断。 同样,罪与恶的程度和严重性也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判断。 实实在在的善与恶就在你所面临的事情和处境之中,它们对你来说是太大了,在这样的处境中,你随时都想在面对死亡。 你自己这个纯净意识,光明晃耀,其性本空,与光明大身不可分离。 它既没有生,也没有死,此即是无量光,阿弥陀佛。 宗教转变的关键不在于看见不同的事物,而在于以不同的方式去看。 意识的每一次入侵,都是对某种意识处境的回应。 这种回应响应着精神生活整个潜在的全景。 现代人以失去形而上的安全感,建立起物质保障,普遍福利和人道主义的理想,缺取更大伎俩的乐观主义。 科学摧毁了壁湖,内心的避风港现成狼藉。 罪恶根源于缺乏意识,但随着自质增长,我们能与罪恶根源斗争。 大变革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它们总是从下面开始,就像树木从来都不是从天上往下涨,而是从地下往上涨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的动荡和我们意识中的动荡是同一回事,一切都已经变成了相对的,因而也就值得怀疑。 在我看来,今天精神问题的关键,就隐藏在心里对现代人产生的巨大魅力中。 在世界的坦途大道上,一切都变得那么荒凉陈旧。 现代人本能地离开了前人走过的道路,以便去探索不为人知的路径幽想,正向希腊罗马世界的人抛弃已死的奥林匹斯众神转向亚洲的神秘崇拜式那样。 我们的意识表面上显得稳定可靠,实际上却十分脆弱并建立在极不安全的基础上。 往往一种强烈的情绪就足以把理智的平衡推翻。 文明是不会衰落的,它能够再生。 梦是藏匿在灵魂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通道上的一扇小门,它通向宇宙的黑夜。 而早在任何自我意识产生之前,这黑夜就是我们的心理,并且,不管我们的自我意识将如何拓展,它也将始终是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一些圣人也做过非常粗鄙的梦,如果梦中的淫伟也是真实的,那使他们高距于世俗贱民之上的盛行又到哪里去了呢? 然而,正是这些笔俗的梦强调了我们与人类其他成员的血缘关系,从而最为有效地削减了我们因本能的衰退而产生的傲慢。 你的梦是你内在生命的表达,它可以让你看到,你是用什么样的虚假态度使自己陷入了绝境。 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梦,就仿佛它完全是一个未知的课题,应该尽量从所有的侧面去看它,把它放在手上或随时带在身边,去对它展开想象,并向他人谈起它。 梦中的他人并非朋友或邻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另一面。 在结梦时,要消除迷信,深入自我反省,认识个人问题也是人类问题,使梦艺术需理解丰富知识并结合个体经验。 只有那不仅坚定的立足于外部世界,同时也坚定不移地植根于内部世界的人,才能够站稳自己的脚跟。 名称和语词是可怜的外客,然而他们却只遇着我们的体验的兴致。